呀 大家好 我是憨色 这个vlog打算记录一下 2021年9月25号到10月5号 从海上油菜花到崩坏山 新火流音纪念演出的奔波过程 和一些前期和后台的内容 这个海上油菜花呢 是我的个人首次演唱会 10月3号在杭州举办 10月5号呢 在上海举办的新火流音呢 则是我第一次 以肉身参加的舞台演出了 而且两场演出的时间 接得极其紧 我曾经被M信友人 以及毛冠们称为时间管理超人 希望我传授怎么做到的 其实过于了过于了 看了这个vlog 你就知道也就那样啊 这一天是9月25号 我来到米还有公司 录制演出大屏幕上 需要播放的动画 不对不对 不是我要录 我只是来监督工作的 然后这首歌是Cyber Angel Cyber Angel 动画将以剪影的形式播出 计划是以整个下午 拿来练习和熟悉动作走位 晚上呢就正式录制 咦 发现了一只小电视 然后呢 这位不知道是谁的可怜孩子啊 在被一群staff的逼迫之下 穿上了砰砰的小裙子 加上了双马尾 忍受着羞耻与去入 一遍一遍的练习 跟我没关系啊 我只是微观看戏的 因为这个裙子上的草莓的叶子 是绿色的 所以会被绿幕给抠掉 于是被贴满了米哈游的访客贴 唱的不怎么样 跟原唱比插圆了 但是念在跳了一下午 加一晚上 还是跟他说声辛苦了 后面我寻不到 你见过深夜11点的米哈游吗 我感觉我吃两汤完了 我再也不想听这首歌了 以后不要再点这首歌了 到酒店了 叫了个餐 刚才 刚才他们问我要不要喝水 然后我看到他们一桌子的冰可乐 一桌子的那个麦当劳的冰的可可可乐 然后我说我要喝冰可乐 然后他们的小姐姐跑出去 然后千辛万苦给我搞了一瓶常温的百式树莓味可乐 然后递给我说 你要好好保护嗓子啊 接下来几天你们用嗓子比较多 我说我不要 我要冰可乐 我要冰的可可乐 他们不给我 然后我就自己叫了 我就自己叫了 冰的可可乐 我不仅叫这个 我还叫了一根冰的圣袋 哎 我这是吃我这是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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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富性饮食 哎 哎 开心 哎 快乐 嗯 这天在声乐老师的指导下和练了 这首歌的声部很复杂 难度不小 必须非常非常熟练 晚上在酒店里只能小小声地练习 然后练歌的时候一般喝啥呢 我告诉你啊 奶茶 一号的时候 星火流音的场地搭建紧张进行中 双马尾的这个也做出来了 我要剪辑Vlog 而我便来到了杭州的运河大剧院 对 对焦在上面看就可以 我就是在这个屏幕上 监视来现场的毛怪的 这几天要在场地内检查 个人演唱会的各项内容 并反复地走流程和拍映 确保不会出任何差错 晚上则一边给色旨签名 一边跟打工毛怪们包装自闭站的周边 里面居然还有穿小背心 好戏啊 虽然出了很多状况 导致效果没有达到预期 但是现场氛围太开心了 再次感谢大家 3号晚上结束了个人演唱会之后呢 4号一大早便坐动车赶往上海 这是哪首歌这么响 啊 编曲改成这样了 我们三个的休息室兼化妆间 星火流音的舞台和运河大剧院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对我来说又新鲜 又紧张 再次装备上耳饭 拿上画图和耳机 这个舞台真的是超级大 这些是替代观众的灯泡 好 来我们你们走一遍 走一遍 来 往后了 妈呀 我要一边排 我落个 一边排练 我手根本稳不住 因为唱这道大喜气 我这耳饭的声音好像断断续续的 这耳饭的声音断断续续的 首先说一下三位老师的耳饭里面 就是查理理是完全没声 漏大水了 它会变 它上面的光影会变 就是现场才能看得到笑话 直播可能都没有 没有那么清晰 直播看不出来 对 看不那么清晰 4号当天 我们排练了从下午一直到晚上12点 期间也亲眼在现场观摩了 其他节目的彩排 观感超级棒 上面的这一排是听说 非常非常贵的冰瓶 对啊 刚才那个鸭鸭巨帅 没被我录到 太可以了 这里很暖 但是是好冷 我这个场上也就很热 很热 那个尿 而且不透光 我这还是两个 火呢 我操 我这还有一半的小火呢 好 为了时刻让我们确认现场排练的效果 STOP小姐姐一直在帮我们录视频检查 录到她手机都没空间了 只好把崩坏三删除了 我平均的雅视频发了 我又把这雅视频下来 然后把我游戏下回来 不然真的没空间 这雅视频有点大啊 五号中午一到场地 迅速干完饭 就开始再次无尽的排练了 当天排练 今天还有好多遍呢 是的 对的 Rubia结束 我们就是暗场啊 我们接下来 暗场然后我蹲在这 我嘴里的龙胶水很多还没画 刚才含着糖唱的 还有再来一次 我怎么我亲爱的都没力气 摄影老师说 拍了太多遍了 他这次都没力气了 除了梦哈喽之外 还有Sever Angle的排练 我本来觉得自己是铁嗓子 状态还可以 连续几天这样造一枚是牛的不行 但是由于近期用嗓强度实在太高 这个时候嗓子的皮 它也开始逐渐越来越明显 墓布准备 墓布搬上去之后 我也马上就要上去了 这是我的第一次出镜舞台 虽然只有背影 一开始非常担心 自己会很在意镜头 无法集中精神 但是在音乐响起 二位的声音一出现后 我脑子里就是 第一次看到心眼勇然的感动 无数次排练之后 终于正式演出并完满结束 对我来说 真的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验 原来一场大型演出 需要这么多人 反反复复的准备这么多事情 在这里也要感谢 每一位工作人员 共同呈现出了 这场没有遗憾的演出 这个是老茶的时候 我感觉我享受洗澡的盆 就跟着差不多大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肚 演出结束后 就是快乐干饭咯 那么到这里 这个vlog已经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